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新,又见面了,一转眼就到了月底 那今天我们来做月底的美妆总结分享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这个月一共测试了四款粉底液 那这里面有澳洲超市的品牌,有开架的,还有一些专柜的品牌 我们就闲话少说,马上开始吧 先说一下今天脸上能用的这款是 It Cosmetics Derivar Retinous Neutralizing Correcting Cream 这款我买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修饰泛红的这么一个修容综合的调色产品 但其实我打开之后呢,它的质地非常接近于慕斯粉底液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当成底妆粉底来用 和很多其他It Cosmetics家的产品一样 他们家的东西普遍都属于遮瑕力度比较高的 它的用量呢,像我之前说的是一点点就可以用满全脸 所以它和我普通的粉底液相比,基本上我就用一半的量 我就可以打造我整个一个全脸的妆容 而且它控油的能力也比较好 就即使我不用装浅乳,它也不会说很快速的出油 修饰毛孔的效果也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底妆品真的是可以省掉很多其他的底妆步骤 比较适合我这种又想遮毛孔,又想遮瑕,又想控油 还想修饰泛红的人 但如果你没有太多的这些问题的话 单纯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粉底液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的价位稍微有一点点高 像这一小瓶的话其实只有11毫升 然后它在澳洲的售价就是50多,接近60澳币 所以性价比上我觉得要因人而易看你的肌肤需求 但是我用下来我觉得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它有不同的色号 但它色号非常的有限 我现在用的是neutral beige 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挑再浅一个色号来用 刚才说了一个那么贵的粉底液 我们现在来说一个非常划算的 就是这个OXX Studio Express Hydration Serum Foundation OXX Studio是Kmart的一个彩妆品牌 基本上没有超过10块钱的 底妆品的话一般都是6块钱左右 那我这款一模一样的粉底液呢 在官网上我是没有看到的 因为维州疫情的关系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逛Kmart这样的地方了 但是呢我想还是把它放进来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款产品的印象 这样大家以后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啊 或者是直接就cross掉这个品牌 那这款粉底液呢 它虽然说是Serum Foundation 但它其实的质品呢是比较稠一点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放在这个低管的设计里 用一个泵头啊 我觉得也完全OK 和所有的开价品一样 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色号的选择 像我的这款写的是Ivory 但是它的颜色至少要比象牙白深两个色号 我觉得更说是rose这个颜色更贴切一些 所以我用它上妆呢 基本上在上完妆之后 还会用餐厅纸沾着海绵蛋 稀释一下这个颜色 让它的这个色差尽可能的 可以更服贴我自己本身的肤色 那这样用下来的话我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上妆手法其实非常轻松 你无论是用手用刷子还是用海绵蛋 都可以均匀的把粉底液涂开 而且它有一点是我觉得开价品很难做到的 包括很多专柜品是很难做到的 就是它不氧化 至少这一款在我的脸上一天下来都没有氧化 我之前说过它的色号就是有一点点off嘛 所以它只要有一点氧化 我一定能很明显的看到 但它真的坚持一天都完全没有 这一点绝对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那再有一点就是它的遮瑕度 因为像它的名字 它就是一款偏精华类的保湿粉底液 所以这款的遮瑕就是轻度吧 你叠加的话可能能达到轻到中度 但是由于它这个色号不是很搭 我轻易是不会用它来叠加的 但它打造的就是那比较有光泽的这么一个妆效 那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粉底液 我还是比较惊艳的 最起码对OXS这个品牌呢 我会想要以后再去看一下 但是像我说的这个色号绝对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不过六块钱也不能要求太多是不是 这个月测试的另外一款评价底妆品呢 是ELF的这个Foundation Serum 这个里面虽然有SPF25 但是我从来不会通过底妆品来涂 代替我的防晒霜 因为正常的防晒霜的量 应该是两根手指的长度 是用在脸上的 我们怎么可能用这量的量在粉底液上 所以它的防晒就是有一点总比没有强的一个概念 那这也是一款SERUM防袋人 也是精华类的 它的质地就要比刚才我说的OXS要吸很多很多 所以它的遮瑕度也是非常轻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轻度遮瑕或者是几乎没有的这么个遮瑕度 在脸上的妆容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然的光泽感 它属于一款用下来觉得无功无过 就你也没有觉得它哪里特别好 但是也不太会出错的一款底妆品 就刚刚及格的一个产品 而且我需要说的是 这个瓶子居然只有14毫升 所以看似它的单价很便宜 但其实它的性价比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地划算 最后一款底妆品呢 是我上一期视频做过专门测评的 就是这个Napolone Paradise的Camera Finish Liquid Foundation 那具体关于它的心得和我的感受呢 我都有在上一期视频就说了 这个我就快速讲一下 它打造的是一个丝绒雾面妆感 它的遮瑕度呢最多可以达到轻到中度 它是有一种自然滤镜磨皮的一个效果 我对它的想法呢 就是它比较适合 如果你在室内拍摄呀 或者是你晚上出门的时候 我觉得它在照相机里呈现的妆效 要比实际白天太阳光照出来的那个妆效 要好看很多很多 所以这款粉底液呢 我感觉和它的瓶子一样 黑暗就代表晚上来用 它不会是我日常上班 非常想要去使用的一款粉底 除了测试粉底液 这个月其实我还测试了四款妆天乳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就会放到下期视频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